所以我們有時候看到那些偽人、發明家 厲害的這些人 他們其實都是從別的星球轉世過來的外星人 大家好,我們是騎士與說術人 今天要來講高等靈魂 我們最近會來講很多有關靈性的話題 最近很流行 今天要來講的就是人類的靈魂 很多人會聯想到天堂跟地獄對不對 今天要來告訴大家靈魂的真相 我們為什麼會來轉世到地球 我們現在轉世成一個色處 又是為什麼呢?好不好 在影片開始之前請幫我按下訂閱 並且開啟你的小鈴鐺 首先我們要來介紹這一個人 他叫做舒菲亞 他是一位靈媒 他從五歲開始就常常遇到一些神秘現象 他在1974年的時候 出版了一個叫做心靈獨物 引起了很多支持者與反對者 就是會有人會不相信他 覺得他是騙子 對對對 但是也是有很多相信他的人在 我覺得我應該會支持你那一邊 我也覺得 在2011年的3月21號的時候 他在夏威夷度假的時候心臟必發 然後比試了 讀者常常會問他說住在天堂的感覺是什麼 舒菲亞也會回答說 天堂的溫度大概是攝氏25.6度 很精準 不會變 夏天 上面不會有任何的蟲類 真的是天堂 沒有錯 超討厭蟲 天堂他其實就是一個更高頻率的一個地方 他存在於地球表面上60公分處 有點像重疊在這個地球的空間 只是他維度不一樣的感覺 所以人類很難去察覺到他 就有點像我們之前有做一起精靈 對沒錯 一樣的意思他是重疊在一起 但是因為頻率的關係 我們看不到這些人 有的靈媒他在出生的時候 就可以感知到很廣的頻率 有點像有些人天生就陰陽烈 這種感覺 他可以看到比較多種族 比較多品種 接下來講到其實大部分人的靈魂 都有住過天堂 靈魂來到地球到底是幹嘛呢? 你我各位觀眾其實都帶過天堂 那就是接下來我們要講到的彼岸 在神創論的觀點 神創造的這個世界 同時創造我們每個人的靈魂 每個人都是特別的 有些人是特別帥特別美 有些人就是特別吵 那跟天堂有什麼不一樣呢? 在地球上會有一些恐懼 誘惑暴力 之前提到的其他這些例子 在天堂你不會經歷到這些罪惡 如果你沒有親身經歷去研究這些課題 那你就不會昇華 你的靈魂就會在同一個層次 有點像佛教不是常說 你要靈魂你在人生你要經歷過很多苦難 你未來才能夠成仙成仆 不停的修煉 不停的修煉 連蛇都會變蛇精那種感覺 感覺好像各個宗教都是有點在... 我們在轉世在地球之前呢 我們其實人生已經規劃好了 他將面臨的任何事情都是我們自己先安排好的 就有點像我們求學的時候 我們訂製我們的求學 讀書計劃 對這些計劃 那些沒在讀書沒在求學 那就算了好不好? 好不討論 相對而言我們在天堂的時候 我們在轉世之前 我們也會把這些規劃先設定好 所以我們即將面臨到的這些問題與麻煩 我們該如何去解決克服這些問題 都是我們在地球上要去學習的 跟克服 我可能給自己的設定太難了 對在亞洲在台灣 好像還不錯 還行啦 亞洲裡面最自由的一個地方 算自由的一個地方 那同樣像是父母兄弟姐妹這些家人 也是我們在來到地球之前就已經決定好了 很多人會抱怨說 自己的父母沒有經過他的同意就生下他了 那這件事情的話 用這個論點就是大錯得錯 因為其實你已經同意了 你自己選擇來到這個家庭 亂怪人家 那我下次選一定會選有錢人家 可能你選有錢人家你的苦戀就不夠多 你就白來一次 你就是來玩的 也是啊 大家都選窮鬼 那根據蘇菲亞的解讀 接近將2100年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更多優秀的靈魂 志願來到地球 隨著這個星球 傑出的靈魂一直在增加 這個地球人的靈魂就會越來越強大 而且在未來地球 三維跟四維空間的隔閡就會越來越小 它會低到說慢慢消失 開始會有很多人可以理解到說所謂的靈性世界是真的 其實現在已經蠻多人會一直來討論 其中有部分也可能是老高的關係 謝老高 很多靈媒或者是一些神秘學的文章常常會講到說 我們地球上早就已經有外星人了 跟我們共存很久 那這件事情其實是對的 可是我們所想像出來的外星人 比較接近像是小灰人或者是蜥蜴人那種 那些比較物質的外星人 那其實有更多的外星人 他們是因為靈魂轉世來到地球 所以我們有時候看到那些偉人發明家 厲害的這些人 他們其實都是從別的星球轉世過來的外星人 正確來說是外星人的靈魂 像那個我知道火星男孩 沒有錯最近很紅的那些印度的預言家 還有那個有說特斯拉是從金星來的 沒錯 那這個時候你可能就會覺得說 其他星球的靈魂是不是也是神創造的 不管是哪一個維度的靈魂 或者有機神命體 他都是被神創造出來的 有些靈魂感覺好像跟天使這樣 他會就是好像很善良善良到覺得說要幫助 沒有錯這跟後面會講到 他們為什麼會自願投胎到低等一點的星球 是因為他們遵循神的指示 神需要他們到這些地方 去幫助這邊的居民 讓他們靈魂可以提高到下一個層次 變得更高的 蘇菲亞就有說到說像德雷莎 他就是高等靈魂 德雷莎秀女 然後再來就是聖女貞德 他也是一個高等靈魂 都是那種很善良的威人 對他們都是非常優秀的高等靈魂 就是來引導人類到下一個地方 這樣子聽下來說下來的話 就合理化了一些 有些東西可能是我們科學沒辦法證明的 對可是我覺得 科學沒有辦法證明的東西真的太多 我覺得科學證明的東西太侷限住了 對除非哪一天科學真的可以證明 靈魂是存在的 不然我覺得 靈性的東西真的沒有辦法用科學去解釋 對阿 就是有時候科學他其實是太快下定論了 他一下子就決定說 這就是這樣子 那其實有很多可能性就被 否決掉了 畢竟人類的生命也有限 沒有錯 對就是我們沒有辦法 比如說做一個觀察 或是做一個實驗做幾百年這樣 對 都老掉 所以我其實還蠻相信有一些靈學的論點 他聽起來是合理的 雖然他沒有辦法被證實 但是他這樣整個說起來就是覺得很合理 這一套系統真的是很完美 那相反啊 就會有一些來自黑暗的靈魂 根據蘇菲亞的說法說這些來自黑暗的靈魂 他們拒絕神的道義 還有憐憫 還有沒有愛的這些靈魂啊 這些靈魂他們只在乎他們自己 包括他們牽扯到更多的問題 像是投胎轉世這個問題 他們來自黑暗的靈魂該怎麼辦呢 這個話我們會留到下一期再跟各位分享 這個聽起來很像有一部電影 就是還沒上映 他12月底才上映 有一部電影叫做靈魂急轉彎 就是有點像那個腦筋急轉彎 那個同一個導演他導的 這個電影他探討的核心 就在講人生的意義 他就在講說我們在投胎以前 我們都會在一個靈魂殿堂的地方 然後我們來到這個地球之前 我們都是很興奮的想要說 要去地球 然後像... 就玩新遊戲 下等到新遊戲要加進去的感覺 然後大家都很興奮 然後開始會覺得決定你要去哪裡這樣子 然後做一切所有的安排 然後就開始遊戲這樣子 但是可能我們有些人 一開始給設定的難度... 太難了 卡罐 因為他要升等要快一點的話 就要選難一點的 如果一直打簡單的怪的話... 經驗值就比較少 太少了 好,各位觀眾呢 對於這一期的高等靈魂 這個主題你有什麼看法呢? 你覺得投胎轉職這件事情 是真的存在嗎? 好,那在下面跟我們分享留言 與我們討論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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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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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